这一副就是玫瑰 是蓝色的 蓝色的玫瑰 是用花青 用花青画 花青的毛笔尖尖 毛笔尖尖就是 毛笔尖尖比较浓 然后笔度和笔根 颜色比较大 它画出来这样整个效果 前面笔尖浓笔根蛋 才能画出来这样力气的效果 这幅画构图 这构图也是在 《黄金分隔法》的颈子件上面 最主要的东西 最主要的东西就在这个部分 然后冰都在这个部分 然后为什么这三朵花 你看这三朵花的变化 这是盛开的 然后这个是小的 这个是半个 就是叫一长一露 然后这个就跟它稍微分离一点 分离一点 在这个部位就属成一个冰主的关系 这部分是主 这部分是冰 就像这个花蕾 花蕾就有聚散关系 这里面是聚 然后就散掉一个 这上面也是有聚散关系 这是聚二孤一 并二也是说并二孤一 那这个 这几朵花就把这一幅画的构图 就给它安排出来了 那我们出枝肯定是要从这个部分往上涨 这一幅画的式是这个样子 往那边跟 就是说构图跟上一次那个不一样 每一幅画 每一幅画 每一幅画起码在构图的时候 第一要怎样 第一就是要冰主分明 土乎主体 冰主分明 这个部分就是主 这个部分是冰 那这个部分是主 这个部分就是冰 就冰主分明 那我们在画的时候 还有 第二是什么 就是把握龙脉 气势贯通 每一幅画都有一个龙脉 如果这幅画没有龙脉 那气势就 就没有气势 龙脉的运行正确 那气势自然贯通 龙脉就是我们画面的整个的趋势 可是肯定是往内的方向 就是往镜的方向 那现在呢 就往镜头换拿下来 我们就再画感生黑眼